- 你的市我的市都是新北市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金华 那么新北市可以说是一个多元族群融合的一个城市 那么光是这个客家人口就占了我们新北市有六分之一多 那也是全台这个客家人口第二大的一个城市 所以呢整个一个客家的一个氛围相当的一个浓厚 那新北市政府呢长期以来也都是持续的在推广所谓的一个客家文化 因此呢办理很多的一个活动 希望呢让大家能够来认识客家文化 其中之一呢其实就是这个大家知道的童话祭的一个活动 非常具有客家的一个特色 那今年新北市的一个童话祭活动也刚刚结束了 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 我们怎么从童话祭以及客家相关的一个活动 一起来认识所谓的客家文化 那首先来为各位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 第一位介绍的是我们新北市客家事务局局长林肃琴局长 局长好 太高厚 大家好 再介绍的是我们新北市客家事务局科长 蓝文荣科长 科长好 太高厚 大家好 再介绍的是也是我们新北市客家事务员的科员 郭玉玄玄玄玄玄好 嗨 拍卡厚 是今天呢大家看到我们现场的装备 我们不是要来直播带货 这其实都是我们客家文化的一种 待会儿再来好好的介绍 但是首先呢我想先请教这个局长 就是说目前呢这个我们客家人 在整个一个台湾在整个新北的一个分布的一个状况 大概是怎么样 整个台湾地区有400多万的客家人口 那新北市有67.2万 其实是挺多的 挺次于桃园的九十几万 所以在这么 应该说新北市服务院又很辽阔嘛 我们的乡亲们 67.2万的乡亲们 其实都分布在我们29个行政区里面 因为新北市比较特别就是说 不太像我们的桃竹苗地区 它有很明显的客庄 所以我们的乡亲都是分散在各个行政区 所以我们在推动很多的客家事务 或是推动客家文化的时候 确实有一些挑战 但是也值得我们去开发 是 那你刚刚讲说好像 就是等于是桃园 是客家人口最多的一个地方 对 没错 但是大家每次讲到客家人 可能第一个想到就是苗栗 它应该是 苗栗应该是客家人口占比比较高 比桃园高 但是以总人口数来看 客家人口数最多还是桃园 所以因为可能苗栗算是在这中部的一个地方 因为它总人口数比较少 对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差别 所以新北等于是说全台全国第二大的一个客家人口的一个部分 所以呢 客家人在这边聚集 其实也发展了很多不一样的一个文化 然后也跟我们在地的一些可能闽南文化啊 或者是外省文化产生的一些冲击嘛 对不对 那当然我觉得大家一般人可能对这个所谓客家人有一些客板印象对不对 像就我知道啦 讲可能客家人会讲说好听一点 就是他很勤俭持家 但是呢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哦 现在小气这一定是客家人 是不是有这样子一个客板印象存在 我想确实没错啦 应该是客板印象 我觉得不管每一个族群啊 各种形式人应该都有啦 穿统上让人家感觉就是客家人比较勤俭持家 因为早期客家人口从大陆迁启到台湾的时候 确实基本上大概都是在 譬如说比较丘陵地啊 或是山地地区啦 所以在各方面的工作条件生存条件都比较弱 所以养成客家的先民我们的先民就是非常的肯做 耐作然后会愿意去克服所有的生长环境去养家活口这样子 那基本上我想早期因为普遍都是贫穷的年代嘛 不应该说只有客家人啦 应该普遍像台湾地区所有的人都很 很刻苦的生活 对都很刻苦 都很勤俭持家 对只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 当然我们现在不可考啦 对那局长是来自哪里的客家人 苗栗 苗栗 你是苗栗 那科长呢 科长应该也是客家人 对那是不是也跟我们谈一下 你的家乡已经说你是怎么样来到我们新北这边 分享一下 我是算是新竹宝山的客家人 对那也是大部分客家人都是说因为经济的关系 磨生啊就离开了家乡然后来到北部这边来 那当然我也是因为这样子工作的关系就来到北部这边 所以就在这边定居了吧 应该就是这样子 所以是从新竹来的 你看光是这个客家人来自苗栗来自新竹 可是我讲一下我第一次知道跟客家有关系 其实是从新竹有个艺名庙 以前有去旅行过交游过然后有在那边才知道说这个客家的代表 那个庙就是这个艺名庙 还不是苗栗呢 虽然说我外公是苗栗人但是那时候早期吧 可能大家不太会去讲说你是苗栗人 你是客家人 大家不敢说那个时代啦 那玉璇呢也分享一下 有点像我刚好之前第一个分配的公职刚好是在新竹县文化局 对就这样跟客家做了结缘 所以你不是客家人 可是我非常认同客家 而且我很喜欢跟我们的客家的一个族群的人互动 因为其实刚刚私底下在聊的时候 康康儿谈客家文化什么的 其实真的大家对客家文化其实虽然有一些可能不是那么样 就是一些刻板印象存在 但是久而久之在涉猎了客家的一些相关事物之后 其实也产生了一些相对的一个认同对不对 那当然其实像我们新北 因为客家文化推广的部分 其实也会办理很多的一个课程 那以及很多活动就是希望说 透过活动能够让大家来认识客家文化 那所以新北市之前 新北市一直以来也都有推动所谓的一个童花祭活动 那我是不是也请局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为什么是童花祭 童花祭跟童花跟客家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存在 好像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 我自己 我自己考究啊 也许或许是应该说桃竹苗地区 早期客家的鲜民住的地方 真的是栽种了非常多的童花树 那童花掉落之后 它的结的那个童花籽啊 那油童籽 那其实里面的那个剥开有那个小的那个籽的话晒干 其实是可以炼那个铜油 那我们知道那个铜油其实是可以 譬如说防那个海水的腐蚀啊 另外就是油童树的那个 根筋 筋 树干 它是可以做火柴棒的 所以还有做那个木鸡有没有 所以早期的童花树的经济价值是非常高的 所以早期也没这么浪漫都去看花 对啊 以前哪有人在讲什么童花对不对 他马上去看樱花现在要看童花 那是现在生活比较富足了 在非常忙碌的生活步调里面 童花开了 那清静清静可以慢活一下 其实是蛮好的 那新北市最早是从民国86年的时候在土城 就办理了首场的童花季活动 所以因为是在这样办了以后 其实就变成整个新北很重要的观光文化的一个祭典 那其实也被中央重视 所以后来中央也在推童花季的活动 是 所以大概就是从这样子来的 那当然那个故事就是我们自己去想象啦 那为什么选择童花作为那个客家文化的代表之一 可能也是由它背后原因处在 也许可能就像客家人嘛 我到哪里 它童花可以到处都可以去生长 蛮好长的 所以可能像客家人一样 它又到哪里去 它都有办法生存下去 也许也有这样子啦 诶 玉璇你研究了那么久的时间 你觉得呢 它的一个产业的部分 居然也可以变成一个生活化的一个旅行 尤其是去年开始 我们转型成一个轻旅行的一个部分 它变成就是融入我们的生活 例如樱花开了去赏樱 童花开了 我们大家一起相约去看童花 那我们跟小旅行做结合的时候 我们结合了一些环保的一个进山活动 在去年的部分 那今年我们持续一样 就是结合了无痕的一个山林 然后让它是跟我们心里要亲近的一个新环保 做一个结合 对 然后让这样的一个美景 永远都可以在我们台湾有这样的一个白色的浪漫 对 是 那其实我们去看童花的时候 如果你远远看 有些人会觉得就好像有点发霉的感觉 然后有些人会觉得说 那个白白的像花野菜 我是说远看 但是实际上你去近看那个花真的很漂亮 尤其那个风吹过来真的有点下雪的那个感觉 所以可能就是透过大家不断的那个口耳相传之后 大家愿意去亲近山林 所以你们才从这一两年开始转型为小旅行的活动 是 是这样子的一个原因 但是早期可能就是那种大拜拜事啊 我就是一天嘛 我就请客家歌手来唱唱歌 那可能也是一种啦 但是现在就是慢慢的我们去调整它 比较不一样的一个活动办理的方式 让我们能够更亲近山林 更有那种艺文气息浪漫气息这种感觉 所以目前为止我们这样办下来 大家的一个回想怎么样 其实大家蛮喜欢小旅行的一个部分 几乎都是秒杀就真的就不能再报名了 对那冤商他又跟生态环保做结合 其实大家都很喜欢做公益 所以我们刚好也跟环保主义做一个结合 大家全民一起出任务 藉由童话记这样的一个影子 然后引起大家对做环保的一个 做永续的一个投入这样子 那我们也结合了客家的一个语言 那例如说客语的导览 那去年我们就是把它结合了一个条条都有客语导览 那今年我们不但结合了茶 然后结合了咖啡 结合了蓝染 然后也结合了客语的一个饮湿 对让我们的白色浪漫更浪漫 是真的就是透过活动的一个办理不一样的一个结合方式 但是呢都能够把我们在地的特色给带出来 这是不错的一个方式 那当然讲到这个客家文化 虽然说透过童话记我们可以从里面的一些小活动去认识 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非常棒认识客家的就是 美食这个部分一定要特别讲讲 那首先就是先请局长来跟我们讲一下 客家美食的代表 你自己认为 你不要全部讲我 其他我还要问哦 大家经常想到应该就是客家小炒吧 姜丝大肠啊 或是说梅干扣肉啊 对 你讲的是这个 好 客长你自己觉得心目中最能够代表客家美食 你自己觉得 我讲过的不能重复 其实我觉得这个梅干扣肉其实还蛮有道地味道 很下饭对不对 而且它的梅干扣肉啊 因为它的制作过程啊 其实就有这个客家人习物的那种感觉 因为从芥菜、福菜、酸菜 然后再梅干菜这样的感觉 那整个就也符合到现在SDGS的那种习物的 你永续都带进来了 对对对对 所以我特别喜欢这种梅干扣肉 哦真的是很下饭 班丢丢丢丢可以吃锅干扣肉 那玉璇你自己喜欢 我比较喜欢的 因为我刚好吃素啦 所以我刚好觉得紫苏这个东西 紫苏 客家人把它配得很好 例如说做成紫苏莓 那紫苏的东西也是可以变成一个茶饮 对也很养生 嗯是这是客家美食的部分 那当然我们怎么从这个客家美食 来去认识客家文化呢 剧长 客家美食就是客家文化 我们说文化其实就是人类生活的点滴的一个累积 所以等于说美食算是其中一种载体 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童话记 我们都比较贪心 就是说除了看花之外 我们也希望说它充满浓浓的客家风 所以我们会带动一些茶染 或是说我们有条条都会有导览 客语的导览 那一样我们谈到美食 我们在推 因为我觉得你要去推广文化的话 要从动机着手 我们都学习都是要从动机去看 如果你能够吸引一般的普通大众 去看或是去听 或是去品尝 那它的接受度就会提高 那我们知道吃是民以食为天 所以谈到吃大家一定都有兴趣 去游玩一定要吃 去小旅行也要吃 去国外旅游也是要吃 所以从客家美食去着手 来推广客家文化是非常 快的也比较能够被接受 另外就是我们在推客家美食的同时 我们也把语言带进去 所以我们有做了系列的客家的那种 新北就是它这位的 一个客语的美食节目 就是希望说推动产地餐桌 或是新北的在地小农 或是新北的特色农鱼产品 然后入我们的客家菜 或是一些新的创意料理 在推客家美食的同时 又可以说说客家话 然后又可以推广我们新北的 农业经济等等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可是像说人家讲那个美食 就是应该有特性吧 像台南人就吃甜的嘛 南部可能都甜的 可是像客家蛮奇怪 因为你看客家小草有点 有点可能咸吧 有点辣吧 但是呢它的那个梅干扣肉可能有酸 姜丝大肠有点偏酸 它那个口味还蛮不一样的耶 这个客家应该说比较 传统比较重咸啊 重油啊 香啊 还有什么呢 鲜香 对 就是鲜香那些 应该说早期都是用说一点点的配菜 可以吃好几碗饭 所以就会比较咸一点 所以你看吃传统的客家小草也好 都它比较重咸 但是现在因为会调整我们现在人的那个 营养健康概念啊 都会少盐 少油 那比较不会那么的重口味 那吃起来也蛮健康的 但是还要保存我们原有的客家风这样子 那我请教科长喔 就是说你们刚刚好像漏了一个 没有 牛问谁 是不是 然后以客家来讲什么子拔 起拔 起拔好难念啊 起拔对 所以这两个是一样的东西吗 不一样 应该说它的 原来的 那个起拔的部分的话 就是一个就是 甜点的汤 汤食类的部分 因为那个牛问水的话就是 它的那个米食啊 在汤里面 糖水里面 看起来好像牛汁在水里面有的那种感觉 是 那起拔的话它是要用摧打的方式 它是点心类的部分 那种就是起拔 但是我是有带点汤水的那个叫做牛问水 就是不一样的那个 但是对我们来讲可能都是麻糬 是不是 对闽南人吗 应该说它前面的制作的过程其实都一样 都一样 只是都一样 就是说一个是吃干的 一个是吃湿的 一个是问那些 那吃湿的它会稍微弄的中间有点凹陷 感觉像一个小池塘这样 那远远看去就有点像牛汁在那边打滚 在那边玩 所以叫牛问水 那外面配的是红糖水 还有花生粒 打的细细的花生粒 不是粉 然后还会有姜汁 所以吃起来是非常好吃的 这是吃湿的那种 我们叫做牛问水 那干的就是起拔 那就沾那个糖跟那个花生粉 不是花生粒 两个都很好吃 一干一湿 所以这个时候也是帮大家来分辨一下 什么是牛问水 什么是死拔 起拔 还是我看到结束之后 我能不能把它念对 起来的起 起拔 起拔 OK好 这是从美食文化来去认识这个客家 从美食来认识客家文化 那除此之外 其实可能每一个种族吧 他都会有一些所谓的一个祭典 跟庆典这个部分 那是不是先请局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以客家来讲的话 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庆是什么 以我们新北来看的话 我们传统的客家祭典 在每一年的农历正月 就1月的20号 就是我们天川日 那在10月份我们会办义民祭 那天川日它比较特别就是 是纪念女娃娘娘 炼食补天的一个 应该说神话传奇故事 那我们在那一天会祭天 传统的祭天仪式 然后 我们这个 主要其实还是结合那种大自然的修养生息 因为在这一天里面 基本上 男不耕作 女不知一 意思就是大家的休养生息 让大地休息一下 走更长远的路 这也结合我们整个永续环境的一个概念 这蛮特别的 另外就是在10月份我们会有办义民祭 那就是我们客家的先民为了保卫乡土 而牺牲的勇士们 那这些勇士们的一个集合词 就是义民也 所以义民也它不是一个人 它是所有为当时林爽文事件 为了保乡 为土的牺牲的勇士们的一个集合词 叫义民也 所以我们 其实在新埔那个地方 是每年的农历的7月20号前后 那我们早期也是在农历的7月左右去办 但是后来我们调整 那个祭典的时间移到10月 所以我们这两三年以来 就开始在每年的10月份办义民祭 那是不是请科长大概跟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说像 我知道客家文化园区 它也是就是天川日啊 以前的一个义民祭 比较早之前好像也都在我们客家 园区这边来做进行嘛 那大概的活动内容是怎么样 是一种祭天的仪式还是怎么样 那你们怎么透过这样的一个祭典 然后带大家认识客家的文化 像天川日的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早上就会办你祭天的仪式 那最主要还是感谢女娲娘娘的这个部分 那之后我们就会办一系列的一些体验活动 像这几年来讲的话 因为客家文化园区呢 因为后面有一个户外的广场 那这个广场呢 我们目前也走向比较这个绿化 比较大自然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们也在目前的这个 2030年的这个静零碳排的部分 那园区在去年的时候 其实也获得了这个我们 環境教育场域认证的一个场所 所以我们这一两年大概都是结合这样的一个 永续地球环境的一个活动来做办理 那也响应到我们这个女娲娘娘 她当初补天 然后永续我们这个地球的部分 是 那我们也知道说 其实现在如果大家想要认识这个客家文化 其实就可以到这个客家园区这里 对不对 那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园区这里有建置哪一些 是可以帮助大家来认识 或者是有一些例行的一个展览的吗 以现在客家文化园区里面呢 我们有长色展的部分 那这部分大概就是介绍我们客家的一些 常名的生活 是 比如说有宗教信仰的 有艺名的祭典的部分 那也有客家音乐八音的这些部分 都来到我们园区的话 我们这边都有一些导览人员 可以帮你做一些文化的一个导览 那包括像 园区里面的一些建筑来讲的话 其实也都有像土楼的部分 这些也都是有客家的一些 意象的部分 对 那另外就是说 刚刚有提到奇葩的部分 我们在手作体验的部分 其实客家米食的体验 这部分也都有像 牛温水啊 那奇葩啊 就是包括这个 养生的这个雷茶的部分 对 这个都可以到我们园区里面来做体验 那最近这一两年 去年开始 我们其实也有做一些 手烘咖啡的部分 对 那这个在一般长眠生活里面 其实也可以让大家去体验到 就是说来到 一般人你来到这边 去体验咖啡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也可以把你 一些客家文化 就是让你们也带回去 就是说 来到园区里面 可以把客家文化给带回家 这样的感觉 是 蛮有意思的一个旅行方式 就是到这个客家文化园区这边 来认识客家文化 而且交通非常方便 它就在高速公路 三英交流到下来就到了 对不对 而且停车场非常大 虽然说下来那一段 可能会有点塞 但基本上那个环境是真的很棒 而且后面现在又开始有建置了一个 可能第二个园区 这样子的部分 户外广场的部分 户外广场的部分 又慢慢的一个增加了 对 那再来我们要来聊到的就是说 我们知道说现在在推广所谓的文化的时候 慢慢的都会有所谓的一些文创商品出来 对不对 像我们今天在现场的很多客家的一个文创商品 好 那我先介绍一下我们去年 因为要做环保镜山的部分 镜山一定要什么 背包包 对 哪一董匆 你做了环保 你就很棒 哪一董匆 对我很棒 我很棒 哪一董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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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们请客长接力 好来客长 客家文化园区里面有一个这个文创商品店 那文创商品店就是文化产业的一个平台 对 所以这边可以看到就是说像我们这个残化的部分 残化 残化这个客家残化的部分 那这是手工艺的部分 那有比较具有那个客家意向的 就比如说像现在的比较实用的这个 一个铜花的一个手工罩的部分 那也有看到 看得到我们这个客家花布的一个小熊 对 那我们像蓝蓝来讲的话 其实说它还有很多的工法 那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袋子的部分 是用行糊染的方式去做出来的 那现在就把我们的客家圆楼的部分 把它烙印在上面 那另外还有一些这个蓝蓝的一个饮料袋的部分 都是让比较很实用的一些生活用品 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文创商品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其实一开始是从这个铜花记 来慢慢的引入到来认识我们客家文化 那想说近期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 属于客家主题的一个活动呢 局长要不要介绍一下 近期在文员区从3月底开始一直到9月 有我们的客家的青年智库团的伙伴们 所办的一个艺文展览 包含他们自己本身去提案做那个创意发想 他整个视觉的设计 也获得美国MUSE的金奖 海报设计类的金奖 他们这一档的我们的展展展就是 我们客家那个年轻的 有的是摄影 有的油画 那有的是雕塑 还有的是视觉艺术 另外还有漆器 那这些相信 非常功能 很厉害 那结合这个他们的一些艺文的表现方式 我们也有带动那个工作方 也介绍他们的相关的 譬如说他很会摄影啊 可以带动想要喜好摄影的伙伴 亲子一起去学基本的一些摄影怎么样 同样拿着傻瓜 可以拍得比较漂亮 比较计较 那一样的也 譬如说简单的漆器啊 怎么去制作 那这些都是我们客家的年轻力 带出来的一个成效 刚有提到我们的文创商品 有提到那个蝉花 或是说我们的蓝染 那这些在我们客家文化园区 也有DIY的课程 每年都会固定开办 所以有兴趣来学习客家长花的 或是蓝染啊 都随时可以到我们园区来 尤其是蓝染 是我们园区在推非常重要一个特色 因为我们都知道山峡的染 蓝 山峡蓝 山峡的茶是非常有名的 所以我们的染 在我们自己本身就有养那个染缸 所以从怎么去采金打蓝 一直到做出成品 其实有很多很有趣的课程 所以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随时都有很多的课程可以参与 另外茶的部分 我们园区在后面 那二期工程完成以后 也做了一个小茶山 有种我们的三峡的在地的清新干脂种 就是未来我们在园区 会可以有采茶的活动 甚至所有简单的整个茶的制作 那毕竟茶对客家人来说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茶文化 我们说客家早期都是喝那个荒逢茶 或是东方美人茶等等的 那山峡的茶也是非常有名 那我们园区也有那个 类似富科一个小茶山 那欢迎以后所有的好朋友 有兴趣都可以到我们园区来 更多的主题可以来逛了 是 那当然今天讲到客家文化 就不能够 不学几句客家话 对不对 来我们先来讲这一个 那个局长帮我们讲一下 客家话 这个我一定没问题 你要教大家吗 让那个飞玄是不是 他不是客家人来讲 他很厉害 好的 这刚好是我们童话季系列的一个看板 我们也是 对我们就是教大家如何说客 那就从我开始了 好来你来 来 安静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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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 很好的一个打招呼用语 进来好吗 安静好吗 感觉我的口味像台语咧 不会啊 安静好吗 对你讲的很标准 真的吗 安静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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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好吗 换科长了吗 老三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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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 是游览山光景色 就这样子三个字 然后我们就是游览山光景色 今天就学这两句还有 爱动轻 爱动轻 三句哦 非常非常的棒 那今天呢 非常谢谢三位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客家文化非常有趣的地方 也欢迎呢大家有机会可以到我们客家文化园区 来走一走认识在地的这个客家文化哦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